區議會選舉下個月10日投票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 新一屆區議會最大職能是協助政府在地區把脈 至於關外隊負責執行地區工作和服務 陳國基接受報章專訪時說 區議員明年上任後 首要工作是就貨後托管、關外長者、減少暑患 提升治安、改善行人設施等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 提出的五大優先工作收集民意 協助制定各項服務的優遲 再交由關外隊執行 不認同區議員角色被削弱 強調他們本來就不應該說政治 因此服設的179個委任議席 陳國基預計會和選舉結果差不多時間公佈 著重專業多於政黨背景 但未有正面回應會不會委任在直選落敗的人